天秤座下周运势 4月15日到21日 事业方面 下周的天校简直就像是为你打开了一扇通往成功的大门 水星与金星的合校 让你仿佛掌握了沟通和交流的魔法 与同事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变得如意得水 你的才华和创意也得以充分展示 让人眼前一亮 太阳进入金牛座 更是为你的事业带来了稳定和坚实的能量 只要你保持耐心和坚持 成功就在不远处等着你 火星六分木星 更是为你带来了不少积极的机遇和挑战 勇敢地迎接它们 你将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财富方面 下周的天象也为你带来了不少好消息 水星合向金星 你的财务洞察力仿佛被点亮 能够明智地做出财务决策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太阳进入金牛座 更是带来了稳定和实际的财务进展 你的投资开始慢慢回报 让你感到满满的成就感 火星六分木星 也可能为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财富机会 只要你敢于尝试和冒险 财富的大门就会为你敞开 爱情方面 下周对于天象座的你来说 绝对是个浪漫满意的时期 水星合向金星 你的魅力之直线上升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单身的你 可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 现后心仪的对象 开始一段美好的恋情 而有伴侣的你 则能与另一半共度甜蜜时光 感情更加升温 记得把握机会 让爱情的花朵在下周绽放得更加绚烂 健康方面 虽然下周天象总体不错 但还是要提醒你 注意身体和心理健康 水星合向金星 可能会让你在社交活动中忙碌不停 记得合理安排时间 给自己留出一些休息和放松的空间 太阳进入金牛座也会带来一些稳定的健康能量 但还是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积极的生活方式 这样才能让身心都保持最佳状态 同时 要学会调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避免过度压力和焦虑 我是静电鱼 关注我每天都有好勇气